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奇开放接纳的态度 好 所以它不只是一种减压的方法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且它是不是天生的 它是要藉由后天学习而来的 这有好消息有坏消息 就是你很大的几率 你可能天生不会有正念的能力 但是好消息就是 它是一种人人都可以学会的能力 就像你曾经学会骑脚踏车 就像你曾经学会游泳 你只要在里面愿意投入心力的话 你就可以学会这一门本事 好 所以结论是什么 结论正念就是一种活在当下的艺术 好 我先讲正念对我的影响 就答案揭晓嘛 为什么我在高中可以都考倒数 但是隔了一个暑假 第二次月考就变成第一名了 因为我那个暑假学了一门本事 这个本事一般的青少年不会感兴趣 不会感兴趣 就是气功 气功跟正念有非常大的重叠 其实气功没有什么神秘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入的放松技巧 正念也是一种非常深入的放松技巧 哇 我学了之后 我对我的身心有掌控力了 掌控力了 比如说你随时可以平静下来重不重要 你随时可以专注重不重要 你随时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重不重要 不会拖拖拉拉 立刻就可以行动重不重要 你随时可以头沾到枕头就睡着重不重要 这些本事我现在都还具备 我现在49岁 高中学的东西现在都还 这些本事都还具备 所以它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就像你学走路 学游泳 学骑车一样 就像你五年没有骑 再让你坐上去 你还是马上就会了 它是不会忘的 一个非常棒的技巧 那我们华人非常华人非常占优势 为什么 其实正念是什么 正念就是我们文化中的禅修 就是禅修非常高度的重叠 那我们华人世界的禅修 那我们华人世界的禅修 有一位 这是可以 唯一的这个 不是天主 不是这个印度的大师 可以变成经典的 对不对 叫做六祖谈经 这是我们华人唯一的称为经典的 这个等级的著作 六祖谈经 六祖惠能大师 他讲菩提本无数 明尽一飞台 对不对 那他往前 谁是他的老师 他是六祖 一定有五祖四祖 所以他的老师 再往上中土第一祖 就是西天的第28祖 是菩提大墨大师 再往上谁是他们的老师 先摩赫加瑟 摩赫加瑟 那这是佛陀的大弟子 对不对 再往上老师 对没错 就是佛陀 佛陀 释迦摩尼佛 佛陀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佛陀是很苦口婆心 所以嘴巴一张开就会 一直讲 像马医师一样 一直讲 佛经都很厚 对不对 他讲了一辈子 讲了这么多年的法 好累哦 不想讲了 不想讲 他就说 无有正法眼障 捏盘妙心 实相无相 唯妙法门 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嘱咐 嘱咐摩赫加瑟 就他拿一个 就是他拿一个 这个一朵花 今天什么都不讲 弟子就觉得很好奇 以前老师话很多 嘴巴张开一直讲 今天什么都不讲 微笑 大家都摸不着脑袋 只有摩合加瑟 点头微笑 那我传给你 你懂了 你懂了 好 一度传过来 传到我们中途 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 有非常非常深的 这个禅修的根底 包括我们的三大教 应该算三大家 儒家 世家 道家 道家 是不是都在意这个功夫 正念的功夫 静心的功夫 内观的功夫 好 那为什么过去大家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西方那么流行 因为他进入学术的殿堂了 就我前面讲的 现代医学是什么 现代医学不分中西 你只要验证有效 就可以进入现代医学 这两位教授 这两位学者 Davidson跟卡巴金 两位学者 把正念 把东方的禅修 放到实验室里面 他们做了好多的实验 好多的研究 很多都很有趣 那时代的学者 做了好多研究 比如说人在 怎么样证明你 进入了入定的境界 有没有客观的标准 发现脑坡可以作为标准 好 那我们大家都来做 一般人 我请你把心定下来 观察 很难有这个 很入定的脑坡 慢坡 很慢的坡 然后修行 静坐多年的修行者 一静下来 立刻进入慢坡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科学的根据 然后一般人都很怕 自律神经失调 对不对 我要制造自律神经失调 怎么做 我突然无预警 把你 啪吓一跳 对不对 你是不是就 你的这个心跳就加速了 你的自律神经就失调了 他们做这个研究 就无预警的给你一个很大的噪音 比如说炮声 你是不是就 在侧你的心跳血压就变化了 他们找各种各样的人 包括炮兵 炮兵应该对这个有抵抗性 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 一下他就还是会吓到 因为他们平常 平常这个训练的时候 是有口令 对不对 一二放 一二放对不对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但是这个研究就是当你无预警的状态 突然就是一个炮声出来 哇 所有人心都会乱掉 谁的心不会乱掉 常年的修行者 他的心完全就是闻风不动 就用一些客观的证据 证明 证明真的有正念这件事情 真的有入定这件事情 那医学上的研究就更多了 正念有什么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对忧郁焦虑 是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以外 他可以减少成瘾 各种药物 酒精毒品的成瘾行为 对于慢性的疼痛 有非常好的效果 对于改善心血管疾病 有很棒的效果 血压跟压力荷尔蒙都会下降 然后可以改善 风湿性关节炎 这一类的自体免疫的疾病 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可以大幅减少 医疗保健的支出 证明可以大幅下降 医疗保健的支出 大家都变健康了 大家都变健康了 那以上这些的效果 可能大家还没有这么有心理 我们来看上面 上面这边写什么 人为什么会老 为什么小朋友的皮肤 都焦虑焦虑的 都好多胶原蛋白的感觉 受伤了也很快复原 因为他们的细胞会一直再生 那细胞什么时候开始不会再生 取决于染色体的末端 有一个叫做端粒 每次再生就要切掉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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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最后没得切的时候 它就再也不再生了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 会发现皮肤越来越薄 对不对 因为它不会再生了 像我们男生会掉头发 因为你的毛囊细胞 它不会再生了 哇 怎么办 怎么回春啊 有没有怎么办法 现在发现要提升端粒酶 端粒酶可以去重新延长端粒 可是找不到其他的方法 可以去活化端粒酶 目前有一个不用钱的方法 就是正念 正念的研究 你看它可以提升你的端粒酶的活性 促进软色体端粒的长度 延长软色体端粒的长度 可以有助于延缓个体的老化跟延长寿命 是不是很棒 所以你想要回春不用花大钱 你就把心静下来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了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研究 哇 它最终有打坐习惯的人 跟一般人的两个部位 大脑两个部位 一个是脑倒 脑倒掌控什么 掌控你的自治能力 就在欲望之下 你的自我控制能力 然后再来就是前额业 前额业掌管什么 更重要 是非对错的判断 还有自律 还有预测跟规划未来的能力 有没有很重要 就如果你的孩子 他的前额业很发达的话 你都不用盯他功课 对不对 早上不用叫他起床 因为他会非常的自律 他可以想象到 比如说我这题不写 明天交作业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念 那我赶快把它补齐 我先做到你没有话讲 这样子孩子会非常非常的自律 他可以一直预测未来 会发生什么 他可以延迟他的满足 这是前额业的功能 你看这个研究 就是一般人是红色 有常年打坐习惯的人 是紫色 红色的人 随着年龄 红色的点 随着年龄 他的两个部位 皮质的厚度会下降 这正常 你的脑细胞会一直随着年龄 一直死亡 会退化掉 但是有打坐习惯的人 没有下降的趋势 他这些大脑部位的厚度是一样的 所以是不是实证研究显示 正念是一个确实可行 有效 非常有效的一个 输压的技能 这么有效 马上企业界就采用了 像这个是谷歌公司 他们有个内部的课程 Google是在网路上搜寻 对不对 但这个课程叫做 Search Inside Yourself 往内搜寻 往内搜寻 正念 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内观 对不对 像我当初学戏工的时候 我们老师 第一堂课就讲 人为什么会累 你为什么不快乐 你为什么这么多烦恼 因为你的眼睛都在向外看 向外看 向外做评估判断 向外做比较 很少有人习惯往哪里看 往里面去看 往里面去看 看看你里面发生了什么 他说气功的第一步 心法就是要开始往里面看 往里面看 是不是跟这个谷歌的标题一样 向内搜寻 那正念的具体实践是什么 他有个口诀就是 RAIN R就是察觉 察觉我的情绪出现了 察觉我有个情绪出现了 AA是接纳 接纳那个情绪 过去我们是不是这个习惯 没有把这个情绪 直接情绪挂帅了 对不对 我们不会察觉它 也不会接纳它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情绪很讨厌 对不对 我不想那么难过 它离开我了 我很想要放下 可是我没办法 好 我没有办法去 去接纳这个情绪 我超级讨厌这个情绪的 然后客观的探查 发生了什么 好 这个非常有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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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